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工作表的部分還有什麼日曆 我們剛剛那樣用標籤 雖然也很好用對不對 但是標籤多的也是看給它灰灰嘛 所以如果你要再更進階一點的你可以來這邊 它有一個工作表喔 事實上是蠻不錯的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按工作表 那我先把這一封我先把它刪掉 你到工作表這邊按一下 右下角會跑出一個這個 有沒有 跑出來的 那什麼東西會用到這個 各位你有沒有常常在你的電腦前面貼的很多東西 蛤 你有大這些壺啊 都黃色的那一種 有沒有 用完好丟的燒掉 沒事啊 那你用那麼多memo 有個缺點 你必須要坐到你電腦前面才看得到 萬一你在外面的時候 或者你回到家 有時候要看一下這就不方便了 那這個其實就 工作表就有點類似那個概念 那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做備註 好 比如說今天 好 這樣子 這是最正常的一種 最正常的一種 那你如果說有比較多內容 你可以按下三角形就直接填在裡面 好 這是一種方式 當然如果說你有指定到期日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併跟我們Google日曆做結合 比如說這件事情 是什麼時候該完成的 我就來這邊直接指定 該完成時間 那假設我是明天 我就按一下 好的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有日期進來了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是第一種方法 單純文字式的 那有些時候我們很多信 來來往往 就重要的我不需要再怎麼樣 再重編一次 因為郵件標題就很清楚了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做 你看喔 假設這個很重要的 你把它勾起來 在更多裡面 有沒有叫新政治工作表 這樣你不用打字 點一下 有沒有直接進來了 對不對 直接就進來了 你就知道 但是以這樣來講 用這樣的主題 是不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沒有關係 你這個可以直接修正 好 比如說這個是 我們剛剛那位的 我來這邊 我來這邊 把剛剛那位 好 直接把它放進來 把它放進來 那麼這樣子 我就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這個標題 雖然預設會擷取的 郵件的標題對不對 但是你這個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 而且呢 你放在這裡有個好處 因為 郵件有沒有可能被淹沒 到第二頁第三頁去了 有可能啊 所以你就不見得在這裡看得到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相關郵件 這裡可以按一下 只要一點 就會自動進到那一封郵件去了 這樣是方便很多 就方便很多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這個 做整體的動作把它弄好 那如果真的已經完成 你就把它勾起來 對不對 就打勾嘛 做記號 你可以來這邊 把你做好的把它清除掉 這樣就好了 這個叫做工作表 好工作表 那我給你看一下我自己的 好 那這個我一樣 就先暫時不錄 OK我們從這裡來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新增清單 也就是說你這邊是一個 那你也可以繼續新增 重新命名 幫你的這個 比如說你是工作的 重要工作 特別重要工作 你就記在這裡 去做個別的那個 比如說這是 這一個 好 那確定有沒有發現這就變了 那我可以繼續新增 新增清單 新增清單 進去重要 這邊啦 好 OK 好 確定 有沒有發現你這邊就有兩個 有沒有 那當你切到哪一個 從這邊 新增的時候 這個更多 新增的時候 就是加到那一個去 好 就加到那一個 比如說呢 我們在這邊你看喔 好 這裡 這一個 我就把它加到我們現在次重要的 有沒有 都加進來了 好 加進來 那這個呢 原本的特別重要 放在上面 在這裡 萬一歸錯類怎麼辦 沒有關係啦 可以從這邊 你用歸錯類的 你就點進來 有沒有 一字不同清單 嘿 像這樣的話 我們在整理就方便很多 就是 會看得更清楚 那你可以搭配我們剛剛講的Google的行事例 行事例 你可以從這邊 從這裡 按一下 這裡就有一個日曆 如果你覺得 順序 不大喜歡的 更多 你就可以怎麼樣 自己拖曳 這個我拉開一點 你可以自己拖曳喔 新功能就是你可以自己拖曳喔 比如說我日曆比較常用 你就按著它 有沒有發現可以拖曳 以前這裡不能改 現在可以改 所以我把它丟到前面 這樣就是放在前面的 好放在前面 好這裡我把它按一下日曆 你看我們剛剛加進來的 我先把它變成月的齁 我們剛剛 呃 有一個行事例的是在 什麼時候呢 工作表的欄 這裡顯示出來 有沒有一個在這裡 對不對 行事例 這個地方 日曆的部分有分 就是一個是你自己的 那工作表的如果你要顯示 就在這邊點一下 它就會顯示出來 好 那這個是 我們原本的 我直接 就是 預設的那個 那個日曆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如果我們剛剛在跟Gmail整合 你看喔 我這邊 回來 回上一個 返回清單 好 這一個如果我希望它有一個到期日的話 好 好在這邊 OK的 我們來看看這邊會不會改變 月 工作表 我有 我剛剛沒有加進去嗎 5月16日 欸還沒進來 工作表 來 抱歉喔 這裡 這樣 工作 先移到這邊來 好 看一下 好 在這裡有沒有 在這邊 那這樣應該各位就會比較清楚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我們的工作表 再結合你的日曆 那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來 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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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